谁能想到在李文离开我们一个多月后 一条录音的曝光却撕开了 中国好声音不为人知的一幕 8月17日晚一段李文生前控诉 好声音的录音被曝光之后 就令全网瞬间炸锅 很难想象 作为世界级的天后歌手 李文曾第一个登上奥斯卡班奖典礼现场 也曾第一个在NBA现场 同时也是第一个被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邀请的华语歌手 可即便拥有诸多光环加深 面对节目的黑幕却依然无能为力 就是因为我们人少 就是因为我们人少 就没有这个第五个机会 就是因为我们人少 去年9月28日 在好声音的一场淘汰赛中 李文的学员拿到了88分被淘汰 可另一位学员仅仅拿到73分 就拥有第二次机会 遭遇如此不公的对待 李文更是当场发飙 起初这段视频被曝光之后 很多人都猜测李文遭遇了节目黑幕 直到最近关于该起事件的录音被曝光之后 大家才发现 原来李文承受了这么多的无奈 就连好声音 总决赛当天 他还遭到了节目组的针对 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 真正的录影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们把折瘡拘走了 走到另外一边不站在我的旁边 我站不完 我没有办法撑 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为了漂亮 为了这个节目好看 自己花钱去买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好吗 One way One way show 为了都是这个节目 他把折瘡拘走了 看完李文的控诉 才发现金星当年对浙江台的评价 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浙江卫视内部很乱 而且 就是制作平台啊 制作手段都挺低劣的 所以当时我就一口回绝了 因为我做这东西 完全冲着曹其太先生去的 他请的我 我冲着他的面 他的好朋友这么多年 关于我冲着他去 而并不是冲着浙江卫视去 虽然这个节目是浙江卫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他们最后 总决赛是他们有一种操纵票 决赛发面谁 他们倾向于谁想的 但是金老师做的 是谁操纵谁啊 他操纵不了我呀 随着好声音 事件的持续发酵 节目官方不仅遭到了全网声讨 市值一夜之间蒸发百意 多位艺人也是在野不仁了 甚至就连央媒都站出来 为李文发声 8月18日一大早 央视六公主就放出 宝连灯缅怀李文 并配文在想你的365天 听你我最爱的那首歌 带着我们的想念 你从未远离 当天 中国好声音 选手徐海星 就爆料了参加节目时 曾遭遇恶意炒作 导致自己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网报 没想到节目组不仅欺负选手 还对导师下手 8月20日凌晨5点 身为当事学员的泽朋 更是发签字长文 回应此次事件 并爆出自己与导师李文 长达17分钟的聊天记录 透露了更多细节 这个就是 所以我当场 就说导演你答应我 你去整我 这个是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你要么就是 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随后 李文的学员周飞哥 也发文回应 表达了自己 对李文的歉意 并放出两人比赛 当天的聊天记录 文中李文曾表示 完全把学员当成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 自己必须要对学员们负责 对于李文的遭遇 浙江广电也做出回应 称李文是一位好导师 好歌者 值得我们铭记 针对好声音 出现的问题 也将进一步做出调查核实 8月21日 杨梅中公网更是发长文评价 好声音事件 文中称李文的每一次坚持 都仿佛是一场战役 与好声音的激烈对峙 就像一种对于境遇的悲哀隐喻 直到看见李文控诉 好声音的画面被曝光 才知道廖昌勇的退出 原来真不简单 要知道 去年好声音 在播出之后 李文并非原定导师 而是接过了廖昌勇的位置 临时去救场 2022年9月13日 在中国好声音 播出一个月之后 导师廖昌勇突然宣布退出 当时官方给出的回答是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教授 卸任后的他将全部经历 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 和教学工作当中 可随后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退赛后的廖昌勇 不仅参加了第二届 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 文化旅游博览会 还参加了张家界举办的 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暗示 廖昌勇的退出 其实并不简单 或许是早就看透了一切 才选择离开 对于李文身上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乐嘉也站出来为其发声 关口口的故事 为他心疼 真相常常很久都不会出现 但总有一天 依旧会被揭晓 李文表面说的是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去伤害 一个热爱节目 热爱学生的我 你们怎么可以以音乐的名义 来侮辱音乐的神圣 可他内心真正想呐喊的是 人心不古 世道交离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去 胡乱地颠倒世间的黑白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去 肆意地践踏人间的公平 由于当年在 《超级演说家》的录制现场 身为导师的乐嘉 曾一一段耍酒疯的视频 引起全网争议 来到《超级演说家》进舞台 我对安徽卫视有很多 不满 其实安徽卫视的领导 也做在这边 我不惜责对邓文韬 不惜责对鲁鱼 我其实还会跟他们一起合作 他们可能因为我 在做一个节目 毕竟演讲的 他们是做电视节目的 完全不一样 不要再有精力 也放在什么样子 他们两个人各有精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端板 时隔多年之后 这段被埋没的真相 也被乐嘉曝光了出来 因为自己的残疾人学员崔万智 遭到节目组的排挤 即便讲得再好也不能夺冠 乐嘉就借着酒精 揭露了节目内幕 尽管这些行为 曾引起不小的争议 可不管是乐嘉还是李文 他们为学生 距离力争的态度 都在努力散发着温暖的光